一切众生都是未来佛 须等到何时才能一切众生都成佛 我们前天画了一个表 我在外面看到的贴在那个报告栏上 实在讲也应该在我们这个电视画面上 给大家看一看 报告栏里面只有到我们学院的同修才能看到 如果放到电视上 那么在网络卫星上的都可以看到 要等到什么时候一切众生都成佛 这个没有时间长短 都在一念之间 一念觉悟了众生就成佛了 一念迷惑了 就变成了三图六道 佛跟众生差别了就是迷雾不同而已 一切众生本来称佛是说他有佛心 一切众生就有佛心 但是你现在呢 你有妄想 你有分别 你有知识 所以教练则众生 如果我们把妄想分别知者统统都放下了 你就成佛了 你什么时候放下 什么时候成佛 如果说妄想放不下 分别知者放下了 你就是菩萨 菩萨还有妄想 没有分别之处 如果妄想分别还有 执着放下了 你是阿罗汉 如果你这三种都没放下 你是六道凡夫 那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样子 三个都没放下了 佛是教导我们 先把执着放下 这是最粗最重的 与一切人事无不再执着了 所以要学着随缘的 普贤菩萨叫我们 恒顺众生随喜功德 能随顺别人 什么都好 不再执着了 阿罗汉 更进一步 不但不执着 分别的念头都没有了 那你就是菩萨了 到最后妄想是 妄想是起心动命 这个是最难的 我们六根 借出外面六成境界 做到不起心 不动念 那个心像一面镜子一样 镜子不起心 不动念 到外面的境界 清清楚楚 一点都不会遗漏 那是佛 所以佛的心 像一面镜子一样 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执着 所以佛告诉我们 只要把这三个放下了 你就是佛了 当下成佛了 所以放下屠道 立地成佛 屠道是什么 就是三把刀啊 妄想分别执着啊 你这个放下的时候 你立刻就成佛了 那么这也是修佛 必须要认识清楚的 什么时候佛 佛在哪里 菩萨在哪里 已经统统都清楚了 中文字幕里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